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 首先丹家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 赵春山老师 老师好 各位好 另外是时事评论员 王上志上志哥 何荣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丹家大学 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 蔡启勋老师 大家好我是蔡启勋 还有林传媒董事长 施维玄施董 大家好 好马上先来关心的 就是再过七天就要投票了 现在蓝绿白三个阵营 最近都在密集造势 国民党昨天晚上在台南 也就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他们举办了团结胜利大会 在现场除了看到 有正副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侯友宜跟赵绍康 还看到了包括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前总统马英九 以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 另外还包括向台北市长蒋万安 蓝营的大咖几乎是全员到齐 而现场聚集了 大约有五万名的支持者相挺 在现场 侯友宜除了再度的打高端 费死战争贪污 这些重大议题之外 也再次强调了 选后联合政府的想法 而且他表示说 这次的选战要推动第三波民主改革 联合包括像柯文哲 郭台铭这些专业人才 他说未来是共治全民共享的国家 先请教上志哥 现在看到侯友宜在最后的七天 他是除了刚才讲的 高端费死战争贪污之外 一方面猛攻民进党的这几个议题 同时也在大谈联合政府 你怎么看他一打一拉的这个战略 我想现在去到最后关头 剩一个礼拜 没有别的了 你在有各式各样的重党攻防 各式各样的批评 你要扩散到最后基层 除了你自己的支持者之外 你最后主要是争取你支持者之外的 其他的部分势力的这个扩充性 都来不及了 那些来不及 所以就是事 所以这个事当中两种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造势活动 他去入战 众所皆知的 那么到最后肉搏战了 战术战略都靠边战法 现在就是战技 你赐我赐你 那个肉搏战 在另外一方面其实当空战 那么在蓝营跟绿营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媒体 我觉得大量的喉舌 大量的为他们一面倒地说话 今年可以说 我们是看到在历年的总统大选以来 蓝绿媒体是占得最绝对的 就把所有都把郭台铭边缘化 把柯文哲边缘化了 今年是唯一这样子的 就大家都豁出去了 也不管你年轻人 是不是我未来的观众 不在乎了 就是因为就是要想办法 就是要 帮忙都咬得很紧 要很紧 当然在这过程里头我们来看 其实你说是吗 势头造势 就是这一些了 但是这里头 当然现场的造势场合 它也是透过媒体来体现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是一回事 但我认为现在眼前 蛮重要的 我们没有办法多说 但我相信每一个阵营 包括侯友宇这里 其实大概每两天都在算票 大家就要算的 年龄层的算票 那么区域各县市的算票 算得死去活来 哪个地方再弱一点部分 要补强些什么 哪个地方强的部分 比如要转成对立委 这方面而不是总统大权 所以这里头是一个 非常动态的 final 最后的能量配置 所以看得出来 在最后的关头 我会在特别讲到 又把柯文哲 郭台铭讲出来 然后又讲说要全民共享 要推动政治改革 那么这在之前 选战的时候没有多谈 但现在这个东西丢出来 很明显也是这样子 无论是不是真心的 但总的话就是要对柯粉 或对郭粉这个地方 有可能对国民党 再多看两眼的人 对他们着着 在最后期间 刚刚像您讲的是 多争一票试一票 那看到在国民党这边 台南特别举办 这个造势大会 但背后也反映出说 台南有可能是 蓝绿肖长的重要指标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梅力导电子报的 董事长吴子佳 他就曾经分析过 南部的选情 他预料台南会是一个 选票的破口 怎么说 他说赖清德在台南下军令 希望拿到七成以上的票数 因为选情看起来有点困难 而台南虽然表面上 是民进党的铁票区 但私底下 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好 台南这个重要的指标 据点 蓝绿到底要如何攻防 郑公 我想台南 因为当时赖清德本命区 但不是铁板一块 他想要拿到七成以上 你像上次谢龙介选 市长就看得出来 他虽然输了 可是他得票率 出很多人的意外 所以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看那个投票行为 我们从学理上来看 一般就是政策啦 第一个 一个人啦 一个政党 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刚才上次也讲了 现在我觉得越来越重要 现在是人际关系 人的关系非常重要 你说台南 你说不管是八八枪击案也好啦 你的光电啊 你说你刚才提了贪污啊 我想这个议题现在已经吵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吵得差不多了 你说从这里面还能够拿到什么票 我... 有限 有限了 现在就是人外的关系了 我想国民党现在把重点都放在 可以大举...大举出动了 都放在...放在台南 因为它有指标性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它有一个外移效应嘛 它有外移效应 所以... 但是这个结果是翻盘什么意思呢 翻盘是那个... 蓝星德的所失 是不是就必然是国民党所得 我看不一定 你看柯文哲在台南造势也不错啊 他也没有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这个... 陆战队 地面部队 他也不是那么强 对不对 他也没有政党了 澳元没有组织 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多人去... 理解 所以这个票并不见的时候 必然会跑到... 跑到这个国民党那边去 所以春风提到一个重点啊 如果是蓝绿对决的话 那就有机会 比如说绿的话 它就是南部赢多一点 补北部的 然后呢 蓝军的话呢 主要是南部 只要拉近的话 就可以小赢 或者说 就可以是一个比较赢的局面 但是别忘了还有白啊 就是柯文哲这一块势力啊 国民党当然最近呢 还是在强打包括几个议题啊 其中高端是其中之一啊 看到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呢 就针对高端持续的爆料 在1月2号 他先是质疑说 高端的股东当中 有超过千名的民进党员 接下来又爆料说呢 卫福部长薛瑞源 跟赖清德竞选总部的 潘孟安等人碰面 他质疑是不是在 瞧高端的相关争议啊 那他也说呢 不顾行政中立 急着开会是要瞧什么 要灭政吗 要瞧 那谁出来扛呢 但是来画面右下方看到 薛瑞源啊 卫福部长也回应 他说见鬼了啊 他说当天他只是到 民进党党团 总召柯建民的办公室 讨论是不是要召开临时会 现在高端争议啊 这个疫苗争议 有可能对选情 最后的结果产生 多大的影响呢 只剩下一个礼拜 这个议题如果说早一点发酵 或者是国民党多几个 像王洪威这样子优秀的立委 这个议题 事实上是可以提早打 而且是可以 很多内容可以打了 那我觉得剩下一个礼拜 民进党就是用拖的 把它拖过去 事实上高端的问题 涉及到好几个层次 它是采购弊案 它是一个炒股的议题 同时它是一个政策错误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 事实上整个文官系统 在疫苗的政策一开始 是两手策略 一方面我们要自己国产 一方面我们要采购 结果成建人从美国国务院 拿到这个病柱回来给高端之后 整个政策的方向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支持高端 所以你这到底是一个疫苗政策呢 如果是一个疫苗的政策 什么疫苗都好吗 还是你是一个疫苗的产业政策 那疫苗的产业政策 你就扶植国产的 即使是国产 也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代工嘛 不一定要完全自己研发嘛 你借着代工可以把技术拿来 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你自己也可以国产 足够的疫苗数量嘛 因为它是一个国安议题 所以你自己有 拥有疫苗 这也是很重要的嘛 结果像国光 这样的一个老牌公司 他们说疫苗 我们很有经验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把代工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的本事就要代工 卫福部也没有说你国光不行 可是为了高端 他就是不准那些原料进来嘛 那国光怎么生产 所以呢 即使是国产的这条路呢 有研发也有代工 南非泰国韩国日本都是走代工嘛 代工AG代工BNT 结果自己成为疫苗大国 但是呢 我们就一直压保着高端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卡也可怕 更何况这是一个炒股的议题 我觉得王宏威讲得非常好 为什么整个股东中有那么多 大成分的民进党党员 重点还不在高端这个疫苗 卖给政府的一个价格 重点还是在整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得到 高端的那个股价 那个波动是非常的一个激烈的 根本不像一家争计公司 应该有的表现嘛 所以这个事应该要抓 不只是为了选举 最好是选后也应该要再继续做 背后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就像刚刚市总讲的 现在会不会太晚了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把这样的一个议题凸显出来 而另外在柯文哲这边 看到他昨天在彰化园林车队 扫街的时候就被媒体 问了说想当行政院长吗 最近继续打篮 是想要争取更多的筹码吗 这些相关的问题 他的回应都是不发一语 只有在支持者高喊说 最佳的选择是柯文哲时 他才松口回应说 谢谢大家 请大家继续来支持 不过联合政府最早 是柯文哲所提出的 可是蓝营现在在选前 最后这几天也抛出 不断强调说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联合政府 可是为什么 在柯文哲的耳中听起来 他不断强调说 又在操作气饱了 蔡老师怎么看 我可能要从地点来去做一个解释 因为它的地点是在园林 不晓得各位观众 知不知道园林这个地方 因为我老家是园林旁边天中 彰化的话会有两个大的市政 第一个是彰化市 第二个是园林 那在园林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当行政院长 你如果回答是的话 你要想园林的票有多少 这些人你来我们这边 你是到底要选中堂 还是当行政院长 你如果说你当行政院长 那你票会损失掉很多 所以我在猜 他还考虑那一个地点的一个情况 看场合说话的 对 这个是他思考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希望 把自己的一个立委的票 能够席次拉高 拉高之后 他才有所谓的选后 他才有讲话的一个余地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解读 OK 好 剩下七天就要投票了 那现在呢 在选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呢 不断传出有所谓的戒选 戒选问题最近看到 检调方面是大动作的调查 大举的在全台各地呢 约谈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里长 像台中台北呢 都超过有40位的里长 已经被约谈了 也大概有50家左右的旅游业者 被要求配合调查 那么法务部呢 在行政院的院会上面报告说呢 如何加强茶器的 五大境外势力新兴戒选模式 的时候呢 更是直接就把新著名列为首位 这个大动作的戒选呢 会造成的效应是什么 陈公 您的观察 这个叫中国戒选呢 最近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议题了 尤其在美国像 国际几个重要的媒体 像华春天邮报了也好 经济学人 路透社 一直隐含的就是 中国有戒选这种说法以后 当然民进党认为 大家都捡到了枪嘛 因为今年像过去这个是 你看上次的选举 2019年 2020年你就可以发现 当时就是反送中运动了 还有包括习近平当时 2019年的1月吧 12号那个讲话 告谈同胞出昨年的讲话 那么把一国两制等同于统一 等同于 不 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 一国两制等同于统一 这样的话 我想当时对市起很大的作用 可是这一次我基本上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说美国也好 不要说中国了 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 达到他期望的这个目的 比如说中国方面 他当然 你说他喜欢柯文哲吗 或者喜欢这个侯友人吗 那不一定 那肯定他只不喜欢赖清德 是不是 那如果能够影响到 不要让赖清德胜权 那当然这是个目的 那在我讲大陆方面 那美国方面的话 他有他的偏好嘛 我想美国大家都很清楚嘛 美国当然应该是比较偏好 虽然他讲不戒选 他应该是比较偏好民进党嘛 是不是 因为中国方面 这个跟国民党是有关联嘛 你讲到美国 今天最新的新闻 不是说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气球 对啊 然后也说跟戒选有关 让人听得是有点 对 所以我说经过这个 国际上的媒体 这一炒作以后 现在究竟谁在戒选 而且戒选这个定义是什么 我刚才讲是用影响力 那么但是你要 说要戒选 那基本上你要 等于是干预 你要干预嘛 你要实际的行动嘛 意图使某些人当选 或使某些人不当选 那就要有证据 而且为什么 特别锁定新住民 尤其是陆籍配偶呢 对不对 我更觉得就是他们 或许认为这些选票 会流向国民党嘛 留下至少不会投给 这个赖金典 那这样这个做法 我觉得会产生一下寒蟬效应 寒蟬效应 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 那你怎么讲呢 比如说这些 在大陆有清楚的 或者是甚至于 我们里长去大陆访问的 接受招待的 那通通把他们大陆 就是中国来戒选 我觉得这个也未免 太那个 比如说你两边的交流 你本来你到那边去 这个 他们一定会招待嘛 对不对 这个中国人本来就讲究 这个 人情事故 离上往来嘛 所以你这样一弄的话 那个反圣头法 其实对这些问题 对这些定义 也跟标准 都是非常含混的 所以你来听听看 检查总长 邢泰昭他就说 他在这个选举查查 座谈会上 他特别提醒了三种 黑 另外事例的戒选 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的 副大队长徐敬如则指出说 针对重点的对象来布雷 然后关注新住民 还有相关的团体 在选举期间 是否有参加参会 到大陆有没有接受招待 这些情形 其实就说穿了 就是接受招待 就是吃饭 住宿相关的费用 是由大陆那边出的 不过有一点让人很好奇 而且是想不透的 就是说呢 这个很奇怪的 今年是大选年 为什么不先明文规定 哪些事情 这个接近就是投票前 你尽量不要做 因为你有可能会处罚 而是在接近投票的 最后关键时刻 才展开调查 所以要问的是 这个认定的标准 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主持人 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不管是邢泰昭 以及他以下的 这一阵子的动作和会议 或者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移民署方面的一个讲话 都讲到说 要针对选举期间 接受招待 或者到大陆交流 法定的选举期间 12月16号才开始 你现在约谈的这些例子 有的三个月前 有的六个月前 有的更久之前 你的选举期间 在法律上的定义是什么 很多调查局的同仁都说 邢泰昭从北检一直到现在 到底你是重力的检察官 那还是政治打手 你会不会因为你政治立场 或者政治上的表态 反而你的专业都忽略 第一 这是先射箭再画吧 有这些行为发生了 你官方单位 包括东协会 还有法部 你才发一个公文说 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 第二个 以前可以 现在还不可以 以前苏志芬到中国大陆 去了其他 你说没有吃过人家的饭吗 你可以说 相对近的说 他没有接受落地招待 落地招待跟招待 当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苏志芬没有吃过人家一顿饭吗 以前可以 以前高雄的里长们到大陆去交流 民进党的在地议员还会去游览车 送游览车会揮手 以前可以 现在不可以 然后民进党可以 其他人就不可以 苏志芬可以 里长就不可以 还有我们对交流要有信心 我过去跟中国大陆有一定程度的交流 交流下来的一个结果 他们本来不承认我们入委会的 后来陈运林遇到类信员 他也会公开讲主委 这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坚持的立场 我们知道我们手上有哪些筹码 透过交流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得到我们要的 不要把交流永远得到是被统战 还有民进党 不要把里长当成渔民 你对自己的里长没有信心 里长也是我自己 我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对 刚刚提到里长 南区工学里有一位里长王文明 就是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引述他的说法 他表示说他只是陪候选人站路口 就被调查局说 来来来 约谈一下 约谈过程当中还被当作嫌疑犯 那里长参加惊吓之旅 他四天三夜 他们说是花了7800元 还被带去购物 网路上还有更便宜的五天四页 是5800元台币 便宜什么把他抓去 然后用证人的名义 但是在被问讯的时候 却让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嫌疑犯一样 如果照这样的认定标准 我想请教尚志哥 那现在听到的像是包括陆沛 里长 旅行社 那接下来呢 大家想说只要是跟大陆方面交流的 包括像学者 像是文化的这些艺术工作者 那不都要等在那边插着蛋 是啊 所以今年很夸张很荒谬 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60人了 成为被约谈的规模 北中南东都有 那么结果所知真的是十几个 十几个正在还在持续约谈 那么早先想说 它是不是一个政治的动作 因为最高检察署一直出来讲话 都说如果是别国早就全部抓起来了 这像是一个法律的角度 还是一个政治的宣言 我听到的时候 真想把那个检察署抓过肩摔 而且之前讲说反渗透法 因为大家用反渗透法移送 可是都知道历来被反渗渗透法之后 移送了屈指可数 因为反渗透法就十二条 是一个当年禁定的时候非常粗糙的法 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 完全为了一个国安的一个政治需求 当中所定的 它不是在整个台湾的部分的 刑法民法整个的法律体制当中 非常严谨的 比如说它的配套的判刑干什么 还有其他的沿用的东西 很粗糙很粗糙 所以历来要知道 在所有以反渗透法当中 被约谈 然后移送 移送之后 有一些严重的还要积压 积压之后法官还要判刑 各位其实要知道 过去听起来好像约谈很多人 可是最后被反渗透法 法官判刑的 这是屈指可数 所以在选前变说是雷声大 对 但就是大陆说雷声大 到最后之后就无撒啥都没 所以你都知道 这整个当中 剪刀机关每次在以反渗透法 在进行了这些约谈 就让人很可耻的 就是完全又是再次证明的政治动作 而且你虽然这次有积压 这次有积压了 刚刚积压了一个里长 那么这个里长的部分 积压的理由也都是很诡异 很奇怪的 也就是他硬是积压 所以当时最后能不能够判刑 不知道 所以我要讲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政治动作 但你觉得这个有用吗 我相信今年破天荒的超过160人 这160个人的家庭亲戚 大概恨民进党恨死 不过在选前 这个两岸的动作都会相当的敏感 蔡老师你怎么看 在投票前七天 看到大陆的福建 对台湾发出了第一张 台湾居民定居证 而领证的是在福建 华侨大学任教的一位 台籍教师张立奇 他先前 这个我们看到是说 中方是发布 福建对台的实项措施 包含说上网预约在厦门口岸办台胞证 可以享有福建的交通电子支付医疗相关的公共服务 怎么解读福建迹象动作 我们知道福建跟金美人的关系事实上是很近的 而且我们知道金美人人的话跟福建的话 他们在那边很多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动作的话 大概希望说我们的一个学者 能够过去那边工作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学者的话 我们现在学者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难点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两三年的话 没有什么学生 然后学生下滑 很多学校陆陆续就关掉了 老师压力很大 老师压力就很大 那这些人 你在台湾你也不一定找到他工作 你念完博士了之后 你会来说可能十几个博士找一个工作 所以他就必须得过去 所以我猜他应该是释出一些善意 让这些学者刚好有一个工作 跟政治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要欢迎过去那边工作 这是我的一个解读 OK 好 等一下回到欢迎权世界 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日本在新春 就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大地震 目前还在灾后重建 包括一些搜救都还在进行 但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马上回来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在2024新年的第一天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就发生了规模7.6的强震 造成了严重灾情 到目前为止 后续的余震还是不断的 一直到C6的清晨都还传出有规模5.3的大震 那么石川是位在北陆地区 是日本的观光产业的重镇 来 画面上我们看到外媒 中央日报也特别报道了 因为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这个地震会不会造成半导体的一些产业影响 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说 日本企业大概占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的52% 全球排名前15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当中 日本企业就占了7家 所以每次发生强震 企业都难免受到影响 当然台湾也是同样非常多的地震 台积电不但在台湾建厂 就连先进的生产线也都只放在台湾 而就是因为台湾的安全跟集群效应 这些优势很大程度抵消了风险 我现在看到在金融方面 花旗银行这个经济学家也说 这次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最终影响是 2024第一季的GDP比上一季的成长率 他们预估是会减少0.5个百分点 野村这边则是认为说 日本石川县这个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 大约是57亿美元 8,121亿日元 相当于日本明目国内生产毛额 就是GDP的0.15% 所以看得出来对经济 还有包括像是旅游业 在画面的左下方 旅游业也是担心 在后续的一些潜在的影响 好 那特别是台积电 我们知道2月份 目前预计是要在日本 继续来做一些设厂的布局 会不会有影响 还有整体来看的话 对观光产业跟整体的经济 日本的经济 蔡老师怎么看 我用一个字眼来去做一个形容 叫做岸田流再选战略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话 是他们的一个选举 我们的选举的话 我们有说三组真马 这已经很精彩 但是再来就是我看一下 日本的一个选举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我就稍微做一些整理 我们给各位观众 做这个整理 因为他们地震 事实上是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 就是2011年3月11日之后 9.0 那个时候是民主党政权 但是民主党就是没有做好 所以它变成所谓的政权 被人家夺回去了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 2016年就是雄本 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 你所说的所谓的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会去雄本 我也问过他们 为什么来到一个 还有的地震地方 他们说我们找不到地方了 找去找去找去 就只能够找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次 这一次的话 案影他有讲了一些话 那这些话的话 我从1号 就开始零零零零零零零 不管它什么记者会 什么会我都听 他会一直讲 所谓的雄本地震 雄本地震 他讲的 书說1月2号 1月3号的一个地方 当然 有些人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给你们一些 帮忙 你為什麼不接受讓我們去收救什麼 可是我們再看一下 1月4日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台灣 他特別提到台灣 台灣我們給他一援軍是所謂的6000萬 他說有這麼樣的一個發表 這個發表的話 其他國家都不講 就是單純講到台灣 那我們再持續看下去 我們就要去觀察 為什麼叫岸田流再選戰略呢 因為今年他勢必要選舉的 最慢最慢他9月一定要選舉 可是我們可以觀察的是 4月的時候會有一個叫做 補選 因為汐田前面一整就往生 勢必要去補選 這補選 或是說這一次的所謂的安倍派的一些人 會不會因為金錢東西他辭掉 是不是要補選 再我們再看6月 6月的時候 可能就是所謂通常國會會結束 通常國會結束之後的話 會不會就是所謂的 他趁這個機會 把他打散他的國會 那這個打散國會的話 那我就會把他造為做這個整理 為什麼叫做三部曲呢 三部曲的話 我們會看到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地震 地震的為什麼沒有用台灣 一般人可能會看到很多很多的畫像 但是我喜歡這個畫像 這個畫像的話 就是所謂的氣墊團 它那個氣墊船 它登陸 那個氣墊船的話 它是從他們的一個運輸件出來 然後再登陸 他說我們自己就可以做得到了 我們自己做得到的 載了一些挖土機 對 我們自己做得到的 所以他告訴他們的國民 我們的國防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到 我們的防災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到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他第二步了 第二步他就會畫出來的台灣選舉 所以台灣選舉的話 跟剛剛他的1月4日的講話也是一樣 他會關心到我們台灣 再來就會進入到第三步了 第三步也就是所謂他的政治獻金 這些問題 國民可能說對政治不信任 對政治不信任他希望把他拉回來 所以他下個禮拜就會取一個名字叫 政治刷新本部 政治刷新本部他會說 我們找一些人 讓國民對我們那個殖民黨 還是有一個信賴 所以他就會講到 所有的做了東西之後 就會產生一個結果 這個也就是所謂他 為什麼這些事實裡面 奇怪我們給你幫忙 你為什麼不要 因為我們所說叫岸田流再選戰略三部曲 再選戰略 簡單再請您回應一下 就是您覺得這一陣 對岸田來說是好還壞 那剛好是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 一個機會 你如果說這一次做得好的話 國民會說在危機的時候 你還是有一些阿嬤可以依賴 會這樣問就是因為 接下來我想要請教 就是我們也都看到說 很奇怪 為什麼岸田到目前為止 他的內閣 他政府一直都覺得說 沒有向海外各國提出救援的請求 這個你說救援金額 金額是有進來 但是救援的工作 它是一律拒絕的 那因為岸田說 考慮到接受援助之後 必須做各種的準備 以及當地目前的作業狀況 所以現階段是不接受 任何人力與物力的支援 岸田究竟是怎麼想的 剛才習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可以自己來 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因為現在坦白講岸田現在是 面臨的內憂外患 他現在這個國內他的身份 只有16% 我的印象 他對外你也曉得 他剛才提到台灣的選舉 那麼台灣那個選舉 勢必要牽動了這個 整個地區板塊的這個變動 而且本來要預定 你看這個中共日本跟南韓 他們本來有一個峰會 還涉及到美國跟這個日本南韓 他們三個所謂小北約這種關係 所以在外交上面 他明年一定會有很大的這個 會有很對他的來講 一個很大的衝擊 他要內閣 要改選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他希望能夠造了SOP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如果能夠處理好這個地震 我想對他的民調一定會深 一定會深 那如果說完全依賴外面的援助的話 那當然 就剛才講了 就是表示我不行 我還要靠外面這個協助 所以這是一個他處理 按照SOP 展現他那個處理重大事件 這個能力的這個機會 如果他有這樣的一個 有很好的成果的話 對他選舉有利 而且對他處理對外關係方面 都有利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春光跟蔡老師都點到重點 就是機會來了 但機會來了你處理的好 那就是轉機 但如果處理不好 那是危機了 這次到這次地震當中 大家其實很關注日本的核電廠 因為在這次核電廠當中 包括智鶴跟北陸的核電廠 都傳出有他們的輻射水外溢 但是政府宣布說 噢 輻射沒有外漏 但那個水有外溢 立刻就想到非常彷復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不要忘了 為什麼他不讓外國人去 因為如果你外國人去的時候 大家其實會關切你的輻射問題 你不要忘了現在輻島廢水 日本現在在輻射這件事情 還是過街老鼠 全世界喊打 是 所以這邊當中 其實有這個救災本身 一個微妙的敏感性 這在日本現在很多民間論壇 在講這個部分事情 而日本有個文化 他們終究是 日本是全世界有名在救災 尤其地震相當救災 是全世界第一名 第一名你還要找2345678來救你 不是莫名其妙嗎 那麼日本的文化家仇 也不太喜歡外洋 很多人都最後寧可孤獨死 也不求助 在日本的生存文化裡頭 其實有這個個性 只要自己能夠做到的 但我個人認為 輻射水外溢 輻射的這些核電廠 現在究竟相當怎麼樣 因為兩間停了 那這個部分還有在觀察 我接下來看說岸田 如果真的是想賭一把的話 你就看它這個賭 到底是輸或是贏 不過剛剛提到說 日本的應變能力是一流的 最近當然除了地震以外 也看到了航空的意外 1月2號 日本的飛鞍事件震驚全球 我們要說的就是 日本航空編號516班機 跟海上保温廳的飛機 發生了擦撞的意外 造成了5死16傷 根據NHK的報道 這個飛機的殘骸清除作業 這兩天就會完成了 而日本國家安全運輸委員會 也已經回收了海保廳的 這個機上兩部黑盒子 事故的真正人員 當然還要繼續的調查 可是外界關心的時候 這次的危機應變 確實不錯 空服人員在18分鐘內疏散了367名乘客 還有12名的機組人員 所以商務科技上面是沒有人死亡的 所以這次也看到是說 英國的克蘭菲爾德大學 一位飛安專家叫做布萊西韋特 他就說一場火災大概 平均來說是90秒就可以把一架飛機燒光 但是看到這次的日本航空機上 每一個人最後都安全的撤離 所以日本這次的飛安事件 給台灣航空業帶來什麼樣的一些啟示 施總您覺得 我想引述美國航空工會裡面資深空服員 對這次事情的評論 他們的一個講法是說 在整個疏散過程裡面 空服員的權威以及功能都有發揮出來 而且得到乘客的尊重以及佩服 那我所講的是 事實上台灣的華航在這方面表現也不差 2007年的時候 華航有搬飛機飛到那吧 也是出了意外 結果在94秒內 157個乘客全部都疏散成功 就在飛機爆炸前一刻 機組員也都逃出來 所以事實上那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一個救援疏散的一個結果 空服員要能發揮他的一個功能 很重要的 他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勞動條件 如果空服員是處於非常疲憊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他就沒辦法發揮他的功能 要有好的勞動條件 前提就是要工會 我們這次看到日本空服員的表現的時候 都忽略了說日本空服員基本上是參加了日本航空工會的聯合總會 他們很多空服員都是在這個工會的 這個工會他們很積極的幫工服員爭取權利 這樣的一個工會跟左翼政黨未必有直接關係 譬如說日本的共產黨等等 但是我們很清楚 協助這些工會進行一些法律訴訟的一些支援的律師 通常也都是支持日本共產黨的律師 所以這樣的工會它有它一個左翼的背領 事實上台灣的空服員也有相關的工會 所以旅客要得到一個安全的一個飛行的環境 一個飛行的旅程 空服員像是有罷工要支持他們 不過日本確實在新年一開始就這麼多的事情 確實在挑戰岸田的內閣 蔡老師覺得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了 它有可能是轉機 但也有可能是危機 目前挑戰岸田 就是在日本的政壇上有實力 能夠來撼動 撼這個岸田的主要競爭者有哪些人 這個眾議院的選舉有可能在什麼時候會發生 因為眾議院選舉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能可以觀察 可能四月是一個點 為什麼我們剛才所說的 四月會有一個補選 可是如果說因為安倍派 或是所謂二屆派的人 那金錢的問題 他辭職的話 那補選他搞不好就是在那個時候解散 然後是這一個點 第二個點的話可能就 六月他會不會就是做一個解散 因為六月的話就是國會 大概就是差不多結束了 結束的話會不會在那個時候解散 不管的話等很多就會報到九月 可是現階段對岸田他一個很好的地方 沒有太強的人可以去挑戰他 所以我們引用一個產經新聞的Data 這個照片來去給各位做一個解釋 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 現階段看起來岸田確實他的支持率不是很高 可是誰能夠挑戰我 這個就是問題的 誰是本命挑戰我的一個人 你可以說所謂的茂木敏充 茂木派的話他應該現在是所謂的第三派榜 第一是安倍派99人 第二個是所謂的麻生派56人 第三是所謂的茂木派大概54人 岸田派40多人而已 所以他的話他可能會去做一個挑戰 再來我們看一下可能的 也就是所謂的河野泰郎 河野泰郎的話就是所謂的麻生派的人 因為上次他有挑戰他 他挑戰他的話他上次沒有成功 這一次會不會再次出來呢 還有我們如果說從民調來講 因為日本的一個民調事實上很喜歡 叫做石破罵 或是所謂的小權勤次郎 也就是所謂小權純一郎他的公子 這兩個人的話民調也是很高 那很高的話他有可能去挑戰 但是如果說從女性來講 因為日本的話他們沒有所謂的女性首相 他們是在思考什麼時候會出現 第一個女性首相 第一個女性首相可能會有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高勢找苗 他有可能是可能 第二個的話可能就是上川洋子 現在的一個應該說外務大臣 他們兩個有可能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 當然岸田派 假如岸田他說選舉或是民調 一直拉不上的話 他們說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右手 我們岸田派的右手叫林芳正 林芳正在這一次的 對 林芳正在這一次的一個任務 他是叫做官房長官 官房長官的話他這一次的記者會 他還是表現得可圈可點 他很穩的 那很穩的話 我們看到他的記者會 他的回答會給人民 國民說我可以信賴你 所以假如說岸田你們不喜歡的話 我們還有林芳正 這是他們現階段看出來的人 理解 非常的詳細 謝謝蔡老師 我們等一下回來要關心的 還是另外一個人事安排 也就是中共解放軍的高層軍方人士 最近的移動 馬上回來 兩岸關係 中美博弈 全球財經 軍事戰略 客觀 多元 深入的觀點 專家權威 嚴選議題 最專業的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環宇全世界全球旗艦版 每週六晚間9點準時開講 好 我們繼續帶你來關心的是 中國解放軍高層 因為根據彭博的報導 中國大陸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從去年10月被撤職以來 在過去6個月之內 至少有15名的軍方高層被清查 最新一批是在去年年底12月29日 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的9位將領 其中有多位將領 都曾經擔任過火箭軍的一些相關重要職務 而且在畫面的左下方 我們看到是軍階最高的幾位 包括了李玉超上將 他是火箭軍的前司令 另外一位前司令是周雅宁上將 還有前空軍司令丁萊航上將 之前就已經看到 習近平對於火箭軍的人士出了重手了 那為什麼還會再有第二波的整肅跟調查呢 我講李善福這個事情呢 他是當千一法而動全局了 你不是動了他就結束了 我想不可能的 因為他是涉及到貪腐的問題 而不僅是貪腐的問題 還包括跟這個習在2027年 他所謂的建軍百年 我們常常講兩個百年 其實有三個百年對不對 建黨100年建國100年 還有建軍100年 是2027年 又現代化 這個 所以跟他這個都有安排都有關係 是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這個透過這樣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整頓門 因為火箭軍就是他的baby 就是習近平的baby 所以他非常重視這個 現在是打了現在的科技戰 你看他這次的安排 都跟他整個軍事戰略都有關係的 包括他用董軍 你看他海軍當國防部長對不對 你看他對南海 台海都很熟悉 他就 我個人是認為 那麼藉這個機會 你看他一上來 他感動兩個軍委副主席 對不對 所以軍隊對他的講是非常重要的 對他的權力這個穩固來講 他一定要百分百的放心 是吧 所以會有第一波第二波 我都不排除 在2027年還會有 可能還會有 並不是就這樣結束了 對不對 你現在看得對的是火箭軍 那 因為你看 你發那個國防部長也好 還有整個來講 他不是光是一個軍種的人事這個布局就完了 還要涉及到其他的方面 那麼對於習來講 現在一定要抓住 軍隊一定要抓住 所以2027下還有三年 是 對不對 還有三年 還有三四年這個事件 他一定要 2027年要完成整個的這個 建軍百年現代化的這個工作 理解 那一切都要以人為主 人為主 忠誠度 所以不容許你有任何一個 這個瑕疵 在部隊裡面 所以我個人認為不僅是這一波 搞不好還會有 之前我們討論蠻多一段時間的 就是這個 玄缺的國防部長 後來在年底之前 我們看到就是董軍 來出任 那我們說到說 這個火箭軍這一波的這個整肅名單 如果我們從這一波整個調查整肅的名單 整體來看 來分析的話 施總覺得習近平當前 在針對解放軍整治的重點 他放在哪些地方 我覺得習近平講過說 在2027之前 也就是剛才趙老師提到的 就是建軍百年之前 中共的解放區 他必須要足夠的實力 如果就是說台海形勢有變的話 基本上要發展有足夠的實力 他們能控制整個局勢吧 簡單講也就是說 習近平講的台海 事實上不只是台灣海峽 也更涉及的就是太平洋西岸 也就是我們的花東外海 因為台灣海峽目前它沒有問題 而是我們花東外海 他必須要面對美國 所以我覺得這樣路線 是非常明確的 但是我比較懷疑的是 我們政府對於這一陣子的 共軍的人士 以及剛才主持人提到了 這麼多人下台的一個詮釋 自由時報有報導 我方官員的一個匿名的說法 認為說他這整個事情 涉及到說 這一大群人 都跟美國的情報部門有關係 或涉及到洩密 我覺得這個講法是會有問題的 因為如果你涉及到情報工作等等的話 它跟貪污不一樣 剛才趙老師講到 貪污基本上就是一串的 因為你一定要上下合作 我們以前有隱形報案子 大家都很清楚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不是一個個案 但是情報很容易是 因為情報的一個工作 常常有一個重點是單線領導 單點吸收 對啊 你不可能 不管任何一個國家 你要滲透到解放軍 不管是火箭軍 或者是他的海軍 你不可能是整個發展 其實這已經不是國共內戰 那樣的一個年代了 有一個什麼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被老公派來的在這裡發展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民進黨政府這樣的一個分析 我覺得是有點錯誤解讀 我們要理解說 這裡面基本上反貪腐 以及對於國家的忠誠 我覺得就像趙老師講 我覺得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習近平他在整貪腐的時候 有兩個政治的一個意義 第一個他是真的要整頓貪腐 因為貪腐真的太不像話 一定會官兵民凡 那真的是會出門酒肉 從路有動死骨 第二他整個整頓貪腐的過程 不管是部省還是軍方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個手法 每一個省先抓一個 做案一輪之後再來一個 每一個部抓一個 做案之後再來一輪 他就會警告你說 每個人都有把柄在我身上 所以我藉著穿貪腐的名義 事實上也是鞏固我個人的權力基礎 我覺得面對軍方 也有這樣的一個意義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接近 中共政治現況的一個解讀 所以下重手整治軍紀是有效的 那麼另一方面來看 共同社他們有報導說 在去年11月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強調要捍衛釣魚台主權之後 中國大陸已經計劃在2024年 全年365天 今年是潤年 所以應該是366天 每天派海警船在釣魚台的水域巡邏 台灣方面看到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一位副研究員 王尊嚴他就分析說 就恐怕會衝擊到預計在3月要舉行的 中日韓領導人峰會 會真的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嗎 會讓這個3月份的中日韓領導人峰會破局嗎 還有就是中日之間針對釣魚台的議題 這個部分後續會怎麼樣的發展 這個議題的話我們還是要回到地震這個概念去做一個解釋 各位聽眾觀眾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跟地震有關係 因為釣魚台的話 周邊海域 為什麼中國的那個船會過去的原因是在 2011年3月11日的時候 是我有一個大疫症 然後那時候的政權是民主黨政權 那時候所向叫做野田家業 他為了要展現他的一個領導 他要給國民說我很有領導 因為他支持率一直下滑 所以他把釣魚台國有化 差不多隔天之後的話 中國的船就過去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 而且我們看到海上保安廳 每天中國有多少船進去 總一年總共通常進去 幾乎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幾乎的話大概就已經是365天 所以你現在在講365天的話 它不是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再把它回到剛剛有一個話題 這一次的話 岸田它有所謂的海上的 我們海上自衛隊的船 那海上自衛隊是什麼 它有所謂的氣墊艇 那氣墊艇的話 它也告訴對岸說 我們海上氣墊艇 我們的海上自衛隊就是這麼講 但我也問過他們的海上自衛隊的人 那這個船去你們這樣照照照 你們都不會緊張嗎 他們為什麼這樣去照 他們講一個很單純的道理 現在是平時 平時那邊是公海 所以到這裡可以來 但是如果是變成有事的時候 然後這個交給我們的潛艇去處理就好了 所以他們講 這個他們很清楚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說這個應該不是一個新的話題 而且我們的岸田 它現在應該是要展現它的一個支持率 他們的領導隊 其實不至於像是像南海那樣的爭議 就是局勢沒有到這麼的緊張 應該是不會 OK OK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想繼續請教蔡老師 因為我們講說中日韓領導人峰會 因為現在也在看說三月份 會不會因為釣魚台的議題而破局 如果從日方的去思考的話 他真的需要要趕快來進行這場 領導人的峰會的話 他在釣魚台的意志上面 你覺得日方會怎麼回應 那釣魚台他們還是會講釣魚台的所謂的主權是屬於他們 但是標準的美國的講法 它是說行政權Administration 它不是講sovereignty 所以他們一定還是會講這個是屬於他們 OK 我想中 美國有講過這個主權 是什麼時候好像有說主權 主權是他的 標準的講法叫Administration OK 這是什麼說的 我這一步請上次哥來看 就是說因為南韓在四月份也要舉行國會選舉 所以現在日韓 那今年都會有大選 怎麼會如何牽動中日韓 接下來在今年以及未來三邊的關係 中日韓的聯動當然還是在依著美國的態度 特別是拜登在2023年的時候 在大衛營跟兩個 包括以錫月跟岸田的部分 他們都見面了 感覺他還是在這個架構之下 那麼個別還要跟中國建立關係 不過我們講到韓國很有意思 有意思是 我們看到日本很多的問題 1月2號其實韓國也有大事 他的最大的黨魁你看李在明被刺 真的是真的要他死 這兩天又有飛彈 對你知道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說 現在講的部分 其實日本韓國都出現問題 不要忘了安倍晉三 其實現在日本跟韓國都有個狀況 就是說政治的那個仇恨主義 我們現在考量看是個案 這個仇恨主義其實蔓延到基層民間了 都要置關鍵者政治人物於死地 所以其實包括在韓國 他們有做他們的部分民調 韓國的部分現在有一半以上的人 感受到在政治環境仇恨加劇 那個對立 對 所以講它雖然是韓國自己國內的部分問題 但是在中日韓關係上 因為都知道在國會大選前 日韓都一樣 他們都經歷了內閣改組 日本也改組了 韓國最近也改組了 因為太多不確定性 有一種嘲笑也大 民間充滿仇恨的這樣的氛圍 而這個日韓國內的氛圍 還是會影響中日韓的這個總體的 那麼國跟國之間的大方向 因為即使安田文雄或隱形會談了一個大方向 但反對黨或在朝 乃至於在整個民間當中 完全相反就推不動了 了解 中日韓峰會真的再三又會破局嗎 陳公你覺得 要看哪些因素 我想因為兩邊都要選舉嘛 對不對 你看 而且大陸上面要兩會 對不對 所以我想 如果汪後延的話應該是可能性 如果破局就不開了 我想應該是時間汪後延一下 對不對 你現在韓國要選 那是四月嘛 日本是 韓國四月嘛 所以三月 還有日本 南韓 日本剛才講說最快也有可能四月 大陸還兩會 對 是不是 兩會完 而且那個時候我覺得他首先要處理就是 一月台灣選完以後的 整個 也像不曉得誰當選 台灣這邊先選 先看選後的 如果是賴金的 如果是賴金的話 那個問題 就不想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真的不曉得 2024年整個半個地球都在選舉 五十幾個國家 五十幾個國家 六十個國家選舉 對 要選舉 而且那個選舉有個氣氛 尤其是歐洲看得出來 這個右翼主義 民粹主義要抬頭 你抬頭 所以 是不是 那你所有民粹主義 他從某個角度來講 大陸 你這台灣選完以後 大陸會不會 刺激他的民族主義抬頭 這個很難講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比較一下 那個如果對大陸來講 是不是最重要 我想 這個是 中日韓呢 最重要還是要看大陸了 是不是 要看大陸了 那台灣以後這個問題 選完以後是怎麼樣 都影響到了 兩岸其實要看是中美 就是 兩個是大兩岸的問題 我相信中共是很希望 這個 中日韓這個領導會 因為中國他也不希望 日韓往美國方面倒 是不是 現在我好像聽說 兩岸關係 中美博弈 全球財經 軍事戰略 客觀 多元 深入的觀點 專家權威 嚴選議題 最專業的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還與全世界全球旗艦版 每周六晚間9點 準時開講